網友新聞帶您觀察各國疫情曲線 截至台灣時間23號中午 西班牙是染疫人數最多的西歐國家 近期待遇新增確診數回落到4000例以下 最新通報是22號超過3600人感染 已經累計40.7萬人確診 法國疫情回溫 即其增速頻頻攻破4000例大關 但最新回落到3600多人 全國累計超過23.8萬人 英國免隔離名單 提出越來越多歐洲國家 而英國國內已經連三天 新增1000例以上 23號通報新增1200多人 累計超過32.4萬人確診 德國疫情波動起伏 18號起連續5天超過1400人 最新回落到1000人以下 累計超過23.3萬人 接著看向美國 在全球疫情最嚴重 近期高點是22號超過5萬人 最新回落到44000人以下 全面累計超過584.1萬人 感染新冠病毒 回到亞洲 NHK報導日本21號創下 近期的高點突破1100例 最新回落到1000人以下 染疫人數已經超過6.2萬人 南韓近期疫情拉緊報 21號開始日增速超過300人 最新通報在日新增397人確診 總數達1.73萬 中國疫情8月以來日增50人以下 最新再貼12例 累計突破8萬4千人 印度疫情難以脫離高原期 19號連續4天超過6.5萬人確診後 最新又攻破7萬人大關 累計確診304萬人以上 新加坡曲線小福黃河 22號一度突破100人大關 最新再貼50人染疫 累計5.6萬多人感染 印尼疫情曲線波動 21號以來已經連續3天 超過2000人確診 累計確診已經超過15.1萬人